各位老师,虽然我们已经做出了首分的决定,但是我想还是应该让当事人出面说明一下,至少应该给他一个表达心声的机会,这样也能够让我们老师多一份对于学生的了解,是不是? 好吧,既然我们都已经来到这儿了,那就听听吧。 你去。 我考英语的时候,因为等书卷子等得无聊,就拿起笔在桌子上乱写,后来我一想,如果被老师发现的话,就可能说我是作弊,我就拿起橡皮来擦,可是还没有擦完,就被林主任抓到了。 你难道不知道在考试的时候,是不能干其他的事情的吗? 你叫我们怎么相信,你擦掉的不是考试前操上的小操呢? 老师,我 各位老师,我们没有否认这个处罚的合理性, 只是希望各位老师能不能够在合理合法之外, 多一些合情和折衷的通融了。 那,谷老师,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如果,我说如果他真的是作弊的话,那么考试的分数做零分计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是被误会了呢,那我的学生李勋岂不是被冤枉啊? 我想,咱们举行模拟考试,并不是为了定义一个学生的生死, 而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让他为了高考能够有更充分的准备。 所以,所以我恳请各位老师, 再给我的学生李勋,一个重新考英文的机会。 这样一来,岂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要求比照伴你? 那对其他努力准备考试的同学,不是很不公平吗? 各位老师,夏拙,不如这样,为了证明李勋自己的清白和能力, 也为了让其他三年级的同学补习。 如果要重考,不如全部课物做重考一次。 当然,李勋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 不会吧,全部都要重考一次。 是啊,而且是在大教师和所有老师的健康下考笔试和口试。 时间就在你安排以后呢。 这么快啊,这么快啊。 那这,算不算是三堂会神啊? 肯定是三堂会神啊。 怎么办呢?呼吁齐个正口气,到底该选哪一样好啊? 对啊,选哪一个? 来啊,都不选。 这根本就是老师们设下的陷阱。 就是要让李勋知难而退。 你们仔细想想,如果这么做的话,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现在李勋最多只有一门,英文零分。 如果全部重考的话,你们能保证,他考得比现在好吗? 是的。 可是这是古老师好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啊。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行,事情只会被他弄得越来越糟。 这果然像是你这种胆小鬼会说的话。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有时间,也有机会,有什么理由不试一下。 你要不是胆小鬼,就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 有谁说,重考一定会考杂的。 就算真的考杂了,又不是没有下一次。 谢谢。 这是友好的表现讲啥? 啊? 没想到,今天你这么有应该。 你是指,我站起来帮李勋说话。 因为你敢不听你这种话,他还会迟到。 哎,不过今天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夏老师会提出那样的一个意见。 我觉得夏皮静静在这种场合,提出的意见很适合。 既容易争取成功,也不至于让你一直处于略试。 如果答应下来,我觉得你们也很有哭泣。 现在就是看李勋他怎么决定了。 你已经帮他够多了,他现在又不是小孩子,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做了。 哎,你今天换口味了。 哎,你今天换口味了。 哎,你的吗? 放冰,让你拿出来自己喝了。 哦,是上一次高子文把酱油,正确的番茄汁。 哎,我觉得高子文这个人啊,还是蛮不错的。 别看他那么高高大大的,挺细心的,知道那么多烧菜的事情。 第二个康廷做菜。 你说什么? 中午的意思就是,各有各的喜好。 你不觉得吗? 酱油和番茄汁搭在一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怎么有人可能会这么搭配呢? 番茄汁,是一个很有营养的饮料。 就像刚老师一样,跟酱油搭配的一起。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想清楚了,你说的话有道理。 我已经告诉老师我要从好,你能换我复习吗? 你已经有了一群粮食一友了,还嫌不够吗? 哎哟啊,哎哟,接触就讲了。 我已经讲了几百遍了。 你看着写了吗? 重写重写了。 代用的财富。 财富。 第二个。 这个财富。 我就这么低 ark。 知道没 municipal吗? 你们干嘛打我啦 你还敢吃 行动业 找到了 你去 全部东西 我请客 走 那可能是我吧 这回我的英文成绩 可是进不到七日五分 快快快快快快 回头 不是林口音 是人不是你 不是你啊 是我 怎么不是她呢 如果这次您回预考最后一名 您会处罚蓝飞灵吗 我会按照大家的约定 处罚蓝飞灵的 不过 我会带她受罚 那如果换成是我呢 你是说让蓝飞灵 担保你这次 不再像上次一样 考最后一名吗 那我的答案还是一样 你别小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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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恭喜你啊 一眼前输 老师这几天 充分地感受到了 不同的人生机遇和想法 也许是从来没有 这样的经历吧 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你 你别一样了 这次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 事情啊 我想不是一般的人 能够一次性享用你 你遇上了 你克服了 我想呢 这是非常值得 倾吓的 也是应该永远记住 老师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真的相信 我没有作弊吗 说实话 我不是相信你 而是在不断地 尝试去相信你 如果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我相信你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好像要口令啊 可是 我真的作弊了 行 真的吗 李军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再次过去 你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等于你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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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他们住在一起的 不过了 今天晚上你们要买个什么住 你真是个仙人掌 我不过让吉兽把鱼做成糖醋鱼 什么 全人的头又竖起来了 走 那是我买的 我要吃水煮鱼不是糖醋鱼 都一样吗 水煮糖醋的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到底哪里不一样 篮球和竹球都是球 那你是一样吗 二位 家务事 可不可以回家去吵 家务事 我们只是在讨论 晚餐吃什么而已 我跟班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叫做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跟你讨论晚餐吃什么 家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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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住在一起 吃什么当然得讨论一下 所以你昨天就把我的鱼 你到了 晚上吃什么 先去回家去研究 你这种事情是不可以认说的 你真的 我才能认说 你亲眼看见 不是 可是 他们说 我见过好几次 他们俩一起从我家店铺里经过 有没有手牵手啊 有没有手牵手啊 不过有一次我才听到 他说要先回家等他煮水饺 太好了 你可是要目的是了 你确定 百分之百 难怪他不肯介绍我 我心里早就有了别人了 你喜欢的人不是齐家吗 谁跟你说是他的 他 是他的 是他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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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要求退休 我已经闭了 他在这个时候走 会不会影响高三学生的课程进度啊 没关系 我已经找到了带替他的老师 几天以后就来了 林老师身体不好 你总不会希望他因公殉职吧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好了 跟你开个玩笑 最近这一段时间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让领主人烦心的吧 高三的这次模拟考试考得都不错 大家的成绩都普遍提高了 这次学生们的确考得很好 老师们也很辛苦 可就是 每天都不太finden 我们的词卖 这次更容易 好 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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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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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错了 这是前班的事 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坐下 李许一 啊 这件事情 你也是关键人物 你的体会应该更深 你说说吧 我 我不是目击战刃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目击战刃 我是说这次模拟考 你被怀疑作弊 怀疑作弊 同学成绩进步 深有感触吧 不过你说目击战刃也对啊 班上的每一位同学 都是这次成绩进步的目击战刃 这次的模拟考试成绩啊 证明了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优秀的 不是大家所传说的那样浪得虚名 我们本来就是啊 没错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 而且要继续保持到高考 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 向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同舟共进 一起来度过这个高考的难关 老师 我想佩佩老师也是这条船上的人吧 是 他是帮了不少的忙 十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绵 来 啊 早就修成正果住在一起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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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今天大家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哎呀你想的太多了吧 你听说了吗 这个学期结束有老师要走 姐 我想 会不会是魏宁老师啊 他请了长假的吧 魏林 该不会要结婚了吧 很有可能 哎你听说了吗 哎大家在我们住在一起啊 什么 魏林老师要结婚了 什么 大家说我们住在一起 什么 你会跟我说你这科学老师没意思吗 对啊 不过 如果你怕我难过没关系 毕竟你们住在一起很容易产生感情的 哎 这总比老船你们住在一起好吗 你是不是也相信我和佩佩老师不只是住在一起啊 哎 我没法跟你说清楚啊 我跟佩佩老师是没有关系的 我不是想着佩佩老师 我是想魏林老师为什么会那么快结婚 你可千万不能脚踏两只船啊 你这 你这个怎么讲的不听呢 哎 你来的正好 佩老师 你看 你给他解释解释 你告诉他我们俩是没什么的 住在一起的 果然没有 哎 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可是 不是你们就是住在一起 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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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开掌课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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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穿成这样的 怎么能怪我呢 不会啊 关谁 我告你 佩佩老师在学上说我们住在一起 哎 过来 这次我觉得 你真的别 行 哈 既然大伙都说我错了 但这样好了 我去广播 我去听大字报 就说我和佩老师虽然住在一起 可是我跟他一点亲切关系都没有 好 怎么行了吧 你 古老师 你生活不检点还那么放肆 我生活怎么不检点了啊 我跟佩老师住在一起 等我来的那会儿 全校都知道 那会儿怎么没人说呢 但是 你就用不着弄的全校都知道吧 知道又怎么样 我们又没怎么样 你有考虑过我的心情吗 那你这样说 有考虑过我的心情吗 我说过了 你们的家事不要到学校来讲 既然说的家我水 请你不要管 我是不想管 可你影响到学校的名誉 我就得管 我要搬家 我不想让人家当初 我是随便的女人 搬走搬 看不出哪点像 我想你最好安抚一下他 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 惹毛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 比惹毛一个像女人的女人更可怕 对 还好得想个办法呀 看哪一条呢 奇怪 你又不是我的错 我干嘛这样抱歉 我不想让人家当作我是随便的女人 要吃水煮就让你吃水煮鱼吧 这男人生来真是命苦 什么都要让她女人一点 我们有私我出来给你吃东西 都在路上 上次这大排档 这次 出来 气都气饱了 还不要吃呢 我就搞不懂她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你能够我的理由吗 想是想得出的 不过 是什么 造成事实吧 造成事实 你的意思是 她造成我跟她 我也想不到别的理由了 言语谣言不一定是她传的 这对她没好处啊 会不会学生看到我们一起上下雪传出去的 好 我是不是错怪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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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好 诶 人呐 我怎么知道 诶 你特地准备了水煮鱼给他吃 那为什么回家前不问的 他不跟我说话 不跟你说话 难怪 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住得好好的 非得说搬出去 搬出去 这可严重了 不过就是被人误会了 我们俩单独就在一起而已 真的很严重 你也怎么认为 你想啊 一个女人被传言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 这名声不好吗 这还不够严重的 难怪你准备水煮鱼 给人家道歉 怎么所有的人都说我错了呢 我们住在一起又没怎么 要求就传去嘛 有什么好在意的 搞不好 就是有什么才在意呢 什么 总之 等他一会儿回来 你好好哄我他 记住 你就说 这水煮鱼 是特地为他准备的 女人很无聊 干嘛要人哄啊 哎被传处在一起我也是受害者 怎么没人哄我呢 啊 什么 记住你不舒服 哎 我说佩佩啊 佩佩 他特意让我给你做的水煮鱼 叫你吃啊 齐叔 一条鱼想哄我 没那么简单 你不要以为这条鱼 是我买给你吃的 是我自己要吃的 你要吃啊 自己下面去 我已经跟高老师吃过饭了 吃过饭就最好 齐叔 我们自己吃 你呀 哎 齐叔 你也不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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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吃我自己吃 哼 可子门开窍了 我俩好 你东西不要放在我桌上啊 哎 哎 搞 搞 古老师 哎 这个月的课程计划表 你该交给我了吧 希望这种事情 不要让我总提醒你 小老师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扰毛不像女人的女人很恐怖的 而且我还一次惹她俩 基于女性情 我现在不然跟你说话了 也好 和全世界的女人绝缘 哎 我就没有谣言了 哎 林主任 我正要找你们 来来来 我现在有个想法 我想让下学期才报到的英文老师呢 提前报到 一是让他熟悉一下环境 二是让他利用业余时间呢 为高三补习一下英文 你看啊 这个杨童老师呢 他呢 在国外是专攻英语教学的 应该对我们的学生会很有帮助 我刚才跟他通了一个电话 他也同意我的做法 你看一看 怎么样 哦 可以啊 正好 这一届高三的英文底子比较差 让他给加强一下 我都知道这样行得通 林主任 你有事吗 现在高三的学生 我也是的 其实 一开始听到这个传闻 我也不是很相信 可 自己还是迟疑了一下 校长 为什么 您就没有怀疑过呢 那是因为 曾经有一个人 为我做过一件事情 从那以后 我就愿意多相信别人一点 做给别人一点 记忆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谁呀 古月涛 古月涛 你听我说 你先别急 我马上就要上飞机了 你先去医院 待会 我上了飞机以后 马上赶过来 好不好 好 行行行 好 你先别急嘛 坐 我先干了 这些钱可以买张机票了 先给你两个选择 马上离开 要不要用这些钱 买张机票 过一起走 这决定对你来说 有这么困难吗 小姐 对不起 我的钱包 可能拉到机场里边了 你看 我急着赶飞机 能不能这样 我回到家以后 马上把钱给你们寄过来 那不行的 小姐 我是真的丢了钱包啊 我儿子还在医院里边呢 我 我一定要赶上这班飞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帮你做就已经好了 我想把钱 借给他 就像当初 你知道三年八班学生的智商 高于一班人 所以你对他们 就多一点信心 可是现在你对他们 有信心了 他们到底有没有高智商 还那么重要吗 所以 多相信别人一点 这是我在古老师身上学到的 然后 然后 我 什么叫做三人为虎 这就是说呀 有一个人说 大街上有老虎 大家不相信 有第二个人说 大街上有老虎 大家还是不相信 那么第三个人跑过来说 大街上有老虎 大伙相不相信呢 可能就会相信了吧 这就是三人为虎 那么这个大街上面 到底有没有老虎呢 没有啊 不一定 搞不好 有一只老虎从动物园里跑出来呢 搞不好我待会把你送到动物园里去 我要说的是谣言的可怕 威严耸听知道吗 就拿这次我和北北老师的事情吧 我是没什么关系的 对吧 可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这是一种困扰 老师 听说你因为这样 要比较去校长事 就是听说造成的谣言 要杜绝谣言 就必须要把话说清楚 是吧 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是听说听说的 坐下 谣言止于智者 我相信我们的校长是一个智者 他会重视实际情况 胜于听说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 能够发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所以你现在是在澄清你和北北老师的关系 只是纯粹的室友 没错 所以说你也不喜欢北北老师 我 刚才老师不是说过 要杜绝谣言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话说清楚 不喜欢就不会住在一起那么久了 老师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上课了 打开课本第128页 诺老师正在会因为和北北老师住在一起 而被教去校长是吗 没错 我就知道我的八卦理论是正确的 什么八卦理论 八卦说穿了 不过就是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 大家都有好奇心 想知道又不敢问 就私下里把事情传来传去 传到最后就变成八卦了 而想知道真相的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力的传播媒介呢 那古老师的八卦是你传出来的 我只不过是问你们 古老师和北北老师 为什么一起上学而已 原来八卦是我们在传呀 对 这就是八卦定律第一条 投石问路 如果你们不知道事情是真是假 又有一点线索 就传出一点风声 看当时人的反应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事情是真是假了 那那这第二条呢 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 喂 你们几个怎么还不走啊 就不是要到这次叫上一语客吗 刚才我们在讨论 南飞林和实验风寡直距离 是不是因为伍立平的关系 难怪我刚刚在教室里叫飞林快一点 他还叫我先走 他是在 快 快 谁来了 谁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林主任在这儿吗 我是您是 林主任你好 我是新来的英文老师 校长让我向你报道 你是杨鹏 对对对请多指教 杨鹏是个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是 有的 这位是 和这个 大人 和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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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